这就是养铁螺的饲料 厂家给我们配好的 这个也就是那个鱼翅的 蛋白质在30%的 这种 那个那么大的 全50万元的 全这个小的 不是那个小的 就是那个那么大的 我知道 看起来就是跟这个密密麻麻的 是不是 全50的 跟这个很像是不是 就是把那个刀出来 这个大 嗯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么大 哎呀很放 哎呀很放的 哎 到新的 不对 哎呀很放的 现在才这么大哈就就不对 一样跟不上 是那从跟不上 但是他我唯一的确定就是好一点 就是什么 长到这么大了 那个死亡率稍稍低一点 如果你说还是这么大的 你养的养的就不进了 还有这么大 那最后呢也有这么大了 就秋迟就这么大了 嗯 养田了其实很快的 你看我这小的多不多 我卖了一批又一批 卖了一批又一批 这都是经典的了我这个 不瞒你 这个也原来 是不是像你看到那密度像这种密度 到处密码了 哎呀小仔多 并不一定代表你的产量高 怎么一定你要卖了之后才知道 鲜料就是肥水效果相当快 你看这水是不是 对对对 才涂了三天 嗯 你你到下面看一下呗 过去看一下呗 好像都有 小的大几大骨 大一点比大几大一点 我就知道你们养的效果就是这样 因为我的大的我已经出卖了一批 你们养绝对第一力养 就是你们养不好的话 群体就像这像我吃他一样 多不多 多 满大满上都很多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看起来多 但是你们卖之前产量还是上不来 因为太小了 这个随时可以放高放低都可以 控制水位的 我们呢还有一个一体的美卖 这个还算可以的了 我跟你讲 这么大的可以了 这个 但是我们从来没卖鱼 就是这么大一锅的 就这么大 它的饲料 那老一脚都要吃了 有三四斤 把那个 把那个 老下那个哈罗 这刮一脚都最小有三四斤 啊 那他就是一样还跟不上 你都一大 你一样还跟不上的 那个料没 对吧 你现在看到那铁楼吧 这边是商品楼 那边是肿楼 分开的 我给他分开了 鲤鱼的话 我在四点是这个样子的 他不是说我每次把这个田楼 摸上去之后 他陆陆续续有几个死的吧 我就让他来吃那个死的 那吃 他吃 怎么样 放的小还可以 放的少 这个一个一个网线就放了五条 嗯 很小的 大概是二两的 这个田楼啊 我跟你说了 这个田楼它把死掉那些 把那个富裕露 嗯 我那个朋友那田的富裕露 给他搞到一桶 放点盐给他熬一下 嗯 那个过年三天 到这田里那个螺丝 也会全部过来 这个就说还没有摸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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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得到吗 没有 都是这样的 看到了 我们那里就是这么大锅的 全部是鱼身 嗯 比你这个米露还米 哦 才这么小啊 也就是这么大锅 你们底肥也没打过呀 底肥还没打过鱼身 底肥也没打过鱼身 那可以好了 对对 那确实这样的可以还好 这个它就是那个菜 那个南瓜 南瓜就是养田螺丝了 厂家给我们配好的 这个也就是那个鱼翅的 蛋白质在30%的 这种 撒水计划 撒水计划 现在我们不用了 贵了 太贵太贵了 这个热到多小羊一公斤啊